重複的資料的話 會產生錯誤 基本上先不要組所以 那裡面的欄位名稱的話我建議是這樣 這邊可以怎樣 Ctrl C 然後過來的話這邊Ctrl V 那如果有空白 記得後面不要空白 好像前面有空白 欄位名稱的話前後都有空白要把它去掉 然後這個也是一樣 乾脆就選這邊啊不要選到空白的地方 然後這邊 分別有五個欄位 五個欄位部分的話就是直接 把這五個欄位呢把它輸入上去 那選的時候特別注意他前後好像有那個如果有空白就不要選到 第三個 第四個 OK那 加上去之後的話接下來 金額的部分我們用什麼 金額部分我們用數字 那要不要小數點呢 沒有沒有小數點就用長準數就好了 那年限的話 借款的年 借 借款年利率的話利率部分有小數點所以這邊的話用數字 這邊的話用什麼呢 用 雙精準數好了 OK 格式部分的話我們用 百分比 所以這邊的話格式 要秀出來我剛才用百分比好了 OK 那小數點到第二位好了所以這邊也可以改一下小數點第二位 特別注意比較會有問題應該是這個 這個地方 比較ו 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感谢观看